新药都从这边开发出来的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是这个市地的供给的生态服务 那再来是文化 文化的部分就是说 市地给提供你游气啊 美学啊 或者是学术发展环境教育 甚至文化遗产社会资本 那这个就比较难量化它 比较难量化它 那么我想这个 比较简单能够去想象的 就是这个游气 那游气的话很简单就是说 一个市地它的游气价值 就是在于你愿意花多少钱去看它 所以可以量化 对不对 可是其他的文化遗产 这个部分就很难去看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 比如说像那个高美市地 你们知道高美市地 有一条废油管 知道吗 这是高美市地 有去过的举手 好 只有两位而已 蛮压抑的 其他人都不好意思去 那这是大甲西 对不对 那这是高美市地 你看这边有一个 有一条废油管 那这边有个灯塔对不对 一般游客都从这边下去嘛 对不对 好 这个飞油管怎么来的 知道吗 越战的时候 越战的时候 因为清泉缸机场在这里 清泉缸 所以那时候 美军不是用台湾 清泉缸机场 让做他们的控制力 所以他们需要 油管的补给 他直接这里 就拉了条油管 从这里 然后拉到清泉缸机场 所以他只要船 能够补给靠岸 然后这个油管 马上就可以送到清泉缸 好 所以这个是越战的时候 留下的分子 就是一个文化遗产 对不对 它的价值是怎么样 这就很难浮击 就很难浮击 我相信很多的湿地 都有这样子的状况 好 来 再来 来 所以这个部分 那么也是他生在谷的一部分 那再来调节 我刚才讲过 湿地 它可能会有什么 比如说像海边沿海湿地 它有监欢海啸清晰 那监欢海啸清晰 这个特别在南亚地震 对不对 2004年吧 是吧 我有没有记错 两天临时 那个时候 有红树林跟没有红树林的地方 没有红树林保护的海岸 那个村落 死伤散众 可是有红树林保护的那个村落 大概影响比较不大 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告诉我们 沿海湿地 它的渐欢海啸清晰的 对不对 一个功能 好 那么还有普通地下水 那这个就是什么 制宏池 所以它水可以渗下去 那么稳定气候 稳定气候就是吸收二氧化碳石房 一样 那么稳定海岸线 净化水质 这我刚才讲过 还有寿粉 寿粉 有很多的这些虫 那么它可能都是什么 这个周围这些农作物 它们这个 这个媒介 这个虫媒 它们去受换的 这些这个虫 那可能都是生活在这个石地里面 那么二氧化碳 它可以碳西醇 或者是什么调节 换之虫吃 好 再来 支持 那么支持的功能 其实是这里面最重要的 可是是它的 它的服务是我们最没有办法 马上可以体会到的 比如说 这样高美石地 它可能产生很多的这些有机物质 那有机物质 它会输出到隔壁的 领海 沿浸海的这些 这个 让这些虫下线能够吃 所以我们在海边 能够抓到很多的渔获 那么它的食物来源 可能都是从湿地来的 这个叫做知识味 无生态系统 然后还有营养循环 营养循环就是我刚才讲的 里面湿地有很多的植物 有很多的藻类 有很多的微生物 它就是把这些有机物分解掉 然后让它形成 有机物分解变成无机物 释放很多的氮铃 这些氮铃又被这些 其他的这些藻类啊 植物啊 又被吸收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什么 一个营养循环 那这个的价值很难估计的 很难估计的 好 再来初期生产量 也就是说生产有机物 所以为这些 这个生物多样性 还有土壤形成 还有生物多样性 好 所以我们现在 你如果说要去知道 一个湿地的价值 你就必须 一个一个的 要去量化它的价值 在过去可能很难 可是现在慢慢有一些方法 我们也尝试去做过 我们去量化了高美实力的价值 我们就从我们能够去量化的这些项目 我们来想说 我们如何 哪一项它的价值多少 我们就想办法去把它量化出来 我没有把它做出来 可是我想让各位先猜 你们猜高美实力价值多少 如果依据这样子 我们想办法量化 我们想办法量化 有些没办法 但是我们想办法 你们可以先想办法量化 你们可以先想一想 怎么量化 不止一吧 不止一 不止一 好啊 那你觉得到几个一 你觉得到几个一 每到千亿 那是这个会不会见仁见智啊 是 可是你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方法 所谓 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他的 这个就哲学 哲学就每个人观点不同 可是你要提出来方法 以后大家能够认同 OK 你这样是合理的 所谓见仁见智 可是问题是 你的方法如果是够客观 大家就会认同 所以你说两千亿 你有根据啊 为什么你认为是两千亿 我随便猜 对啊 他猜的嘛 那猜的人家就不会接受 可以测量的指标 有些可以 有些不行 我们尽量做了 那是不是换一个方式讲 如果把它量化了 如果我付得起这个价 我就可以得到它 不定这样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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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只是告诉你高梅师弟他的资产有这么多 可是资产这么多不代表你就可以买得到 我不卖你总可以吧 我国家不卖就好了 可是你们量化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们量化只是要去告诉人家师弟至少值这个钱 可是我就是我刚刚有一个先决条件事 有很多东西比如说像遗传多样性 我们就还没有方法被量化 所以这是低估了 绝对是低估了 可是至少就可测量的陈天佑最适足的告诉你这是多少利用 是 不是没有的是利用 是 对 你讲的完全正确 好我等一下再讲 我们其实量化了 我们又量化了两种 很多人以为是利用 对 老高讲啊 无价的两个意义 一个是无限大 然后另外一个人 一个是利用 没有价值 一个是利用 我们后来去量化了樱花东归 一位多少钱 我们去量化了一支黑面披露 一支多少钱 一定要这样一个概念出来 那这个我等一下再讲 好 猜到你们有去想了吗 一定要先想一想 然后你就可以去印证 就是说至少跟我们所算的方法去看看 对不对 你想的跟我们想的一不一样 见仁见智 对不对 好 就开始 停估 有一些东西 你可以不用去做 比如说像高年实地 农业很少 我们忽略吧 鱼业有 可是也不多 我们就勾中 然后木业 狩猎 运输 底碳 遗传多样性 遗传多样性 为什么我们勾底 因为没有办法可以做 所以我就说这部分目前忽略 医药资源这个更可观 你今天开发一个新药 它价值多少钱 可是很多的新药都从这些什么 生物的天然物 推取出来 这个也无从估计 这个也无从估计 至少目前 所以这两样我们勾底的原因是 我们目前没有办法 全世界没有办法可以做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估计是低估了 可是即使低估 你会发现 它价值还蛮多的 好 再来 我们先把一些必要的 我们先排除一些 根本不用去做的 不用考虑的 好 坚换海下 OK 中 然后补充地下水 没有 钢磅势力不会 稳定气候 有 稳定海岸线 价值很高 进化水时 有 水循环 在这边不是那么重要 受本 在这里也没有 二氧化碳吸醇 有 调节红半 没有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个可以不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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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用看 其他的我们来估计 好 再来 知识的层面 这个很高 要估计 营养循环中 初级生产量很高 土壤形成没有 生物土壤性 有 所以这个部分不用看 我们只要 量化这四天就好了 好 你有没有 刚才有没有 我讲了三项 我们漏掉了一个什么 我们漏掉了一个什么 文化 文化 文化是最难的 文化遗产 所以我们也 没办法过 所以那个也是凝固的一个 好 那就算 我们就用 用我们现在能够掌握的来看 好 渔业 我们就真的去 这边去抓 抓个烧鱼 然后 现在来了 好 没关系 那 我们就去算了 看这个 我们能够抓到多少鱼 那每一只鱼的那个市面市场价值多少 我们就去查一查 结果算一算 真的会多 九十二万而已 一年 一年 九十二万而已 各位会觉得很少 对不对 可是我们的感觉 我们自己在那边现场看 确实 现在当地的渔民 以这个渔业为生物的 几乎没有了 因为收入不好 那如果收入好的话 他干嘛还要做其他的工作 他只要抓鱼就好了 确实是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价格 还OK 还OK 五十二万而已 好 减换海啸的部分 我们怎么去估呢 我们就算说 今天如果没有这个高美食力 我们就要去主体 那提防很贵哦 每一公里要三千九百欧万 每一公里哦 那高美食力还先共三点五公里 所以他在这个功能 他的价值就是一亿三千六百二十万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今天到处 台湾到处在主体 因为经费很多 每公里看就这么多 他只要十分之一 总得多少 是很好的 好 好 再来 稳定海岸线 我们刚才是提防 对不对 好 现在稳定海岸线 五地海岸线